这个已经感觉到了 三件事一讲就明白了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上晚自习 然后我就买了葡萄 洗好了带过去 然后我就随手 给他递了一个葡萄 他就说 我给自己拿的葡萄是好的 给他的就是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说你连给我的东西都不是好的 那你有看 可见你有多喜欢 我也根本就没有 那随手的一个水果都是一样的 难道说我还分个分水岭吗 这边是好的 这边是坏的 那你说我特意为他洗的水果 然后他还不领情 他觉得就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不可他意 我觉得他做的事情 有些欠妥 你给我们举举例子 他买个假货 是吧 我当时 我说你别贪便宜 你既然喜欢他 你就看了很长时间 咱就买个真的 上柜台咱买 什么真的 你口货 真货多少钱 假货多少钱 就是他买的 在网上买是300多 然后在柜台买呢 是400多 你差不多100块钱 我说咱上柜台买 他买了吗 买了 买了个假的 然后跟我磨研 我说那你跟我磨研什么呀 你都买的是假的了 是吧 要么投诉他 要么退了 他说你这什么态度 你不爱我怎么记 一哭二闹 三上吊了 就开始 那我已经知道 我的损失了 我已经知道 我的错了 女朋友这点小错 你都没法容忍包容吗 我忍 包容 我包容心特别强 不是吗 你包容心特别强 你就 我会想那么说话 不是你还包容过他 什么呀小伙子 很多太多了 他有一次 他家亲戚给他 优了三盒樱桃 挺好的嘛 有天我真的 我饿得不成了 就吃了一盒 回来就说 只肉比的问 你为什么吃不樱桃 他吃完樱桃 他没有跟我说 然后把那个樱桃 连糊在 回事灭迹 那你吃我东西的时候 我以为丢了呢 我买的东西 你吃的时候 我也没问到 我还没全吃了 你说一个男生 这么小心样子 一盒饼干留两块 我连问没问 我吃一盒樱桃 他只别的问我 说你吃我樱桃了 你吃我樱桃干什么呀 那你说高谁 谁心得劲啊 那就分手呗 为什么不分手呢 我特别好奇 就这姑娘什么 就你还不跟她分手 你看 你给我个理由 时间长了不舍得 是不舍得 还是说再也找不着 能这么包容你的姑娘了 小伙子 两方面都有吧 虽然说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小事扎心呢 小心眼 然后计较事情 特别难受 其实事情积累下来 其实挺难过的 对 你看没讲几件事 反正大家听着都 我想去云南 你想去北京 最后折中一下也不行 对方错 是吧 我说买二十块钱 四盒的酸奶 你非要喝十二块五毛钱 一盒的酸奶 所以你错 是吧 我吃了你盒樱桃怎么了 我该吃啊 你还说我 还是你错 她什么时候对我 她认识我认识对了 真是自信的 分不分 不分 大声说 不分 这姑娘哪好 你说得有点好啊 你不分手 你非说得坏 人家好 她有好的吗 有啊 什么呀 快说呀 就你 有一种看对了的心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她挺好的 就是不想分 她就太 我说你稍微改变一点 我就能 让我舒心的话 就是咱就继续 我真没觉得 你们俩谈了一年半 你知道吧 你们这恋爱谈的 反正挺凹套的 想分吧 想分 得 想分 也不一定 老师你们看着吧 能分就分了 不能分 还让你们好在一起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